主席 各位議員 關於柳志銀議員提到關於網絡安全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網絡安全法 其實最主要是針對什麼呢 關鍵基礎設施 即公私營 關鍵基礎設施的這個營運者 他本身的網絡安全問題 關於私人的網絡安全問題 就不是我們網絡安全法可以規範的 當然透過我們網絡安全中心 提出的預警訊息 也都是提供給市民 去清楚知道有什麼網絡安全風險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是 這個有關工作現在進行當中 當然網絡安全是 永遠是不斷要記住 網絡安全措施要做足 這個一定是要做足 如果不做足的話 分分鐘就會掉落這個陷阱 所以也都是這個機會呼應 我們所有市民 所有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 一定要按照網絡安全法 相關的這個要求 和標準去做好這個網絡安全的防護 這個是非常重要 而我們網絡安全中心也都會盡最大努力 提供相關信息去進行這個有關的 這個預警和呼籲的 這個預警和呼籲的 借這個機會來也都跟大家報告一下 關於網絡中心 就是從去年10月22日之後 到今年10月20日總共有關的數據 預警通報是21次 提示感知發現黑合黑合入侵是4次 掌官上次講的是其中一次 漏洞是6次 風險11次 司警隊4中黑合入侵開展偵查 營運者通報是14次